Hello 大家好 我是玲玲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开花带香味还特别好看的花花 叫做风车茉莉 现在看到这个风车茉莉它都已经带花包了 接下来咱们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养护问题 风车茉莉的话它耐寒性是比较好的 零下十几度都可以室外盆栽都是没有问题的 在我们北方的话它都是可以在室外过冬的 但是像黑龙江那边地区的话有耐寒性的话 就相对于来说要差一点的 然后咱们可以给它做一下适当的保温措施 风车茉莉开花带香味 而且它可以爬藤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造型 比如说让它顺着往墙上爬呀 做成那种花的拱门都是可以的 这个风车茉莉在它养护的时候 光照的话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可能会进入一个短暂的休眠 但是夏天特别热的就那么一段时间 过去以后的话它又恢复了薄薄的生机 然后夏季高温的时候 咱们适当的给它控水控肥就可以了 就是浇水的话不要给它使劲浇水使劲施肥就可以了 然后其余时间的话 它在春季的时候开花是最哇塞的一个时候 开花的话就是属于一个是那种开花开爆盆的一个感觉 而且它是一个白色的话 它这个花形的话是像一个风车样的形状 所以是叫风车茉莉 有关于这个风车茉莉用途的话 咱们可以选择一个排水透气性比较哇塞的一个土 像这个泥碳土呀等等都是可以的 然后它这个排水透气性比较好的话 不容易导致它那种积水闷耕呀 是不是啊 因为它开花这么漂亮 然后咱们还是要给它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土壤去养护 这个就是有关于风车茉莉的一个养护啦 咱们下期见 拜拜